主料,无盐黄油75克,糖粉60克,全蛋液20克,迪金面粉130克,辅量,蛋白14克,糖粉100克,柠檬汁树滴,抹茶粉,红麴粉,彩糖,准备时间,10-20分钟,制作时间,30分钟到1小时,鸡蛋打散备用,无盐黄油切换时温软化加入糖粉,电动打蛋器不插电, 用打蛋头搅拌均匀开启打蛋器,打至黄油体积蓬打,颜色发白,分三次加入蛋液,每家一次都要搅拌到蛋液,完全与黄油融合,不可一次性的加入蛋液,以免不小心就会引起油水分离,让蛋液和其他原料更好的融合,直到脚打至顺滑,一次性的筛入了低筋面粉,用刮刀翻拔,可以再放在案板上再将面团反复揉几乎, 几次,十下以内即可,用保鲜膜包好,放入冰箱冷藏,拿出冷藏好成型的饼干面团,按板上放上一张油纸,将面团放在油纸上,面图上再盖一层保鲜膜,改成三毫米,五毫米左右后,改好后,接掉上面覆盖的保鲜膜, 结合成自己想要的饼干形状,一定要厚薄均匀,防止烘烤过程中,熟成度不一样,放入铺有锡纸或油纸的烤盘,烤箱提前预热160度10分钟,把做好的饼干放入铺了锡纸或油纸的烤盘中,饼干之间要留一点缝隙,让其受热更均匀,也不会让烤好的饼干粘在一起, 然后放入烤箱,上下火,中层180度8-12分钟,或者饼干均以上下即可,制作蛋白霜,分离蛋清,将蛋清打发到粗泡状态,加入糖粉,滴入几滴柠檬汁,蛋白糖霜的浓收状态,和根据需要随意调整,打底用的底色蛋白糖霜,要稍微轻软一点,常能流动的状态,滴落的线条十几秒之内可以消失, 这样底色才会均匀,光亮,平滑,跨图案的蛋白糖霜,要是当硬挺一些,滴落的线条不易消失,这样易于造型,线条才会明显,清晰,持久,打好的蛋白糖霜也可以随时来调整,可以先烧盖一些糖粉打些一些,乘出底色所需部分,然后再加入适量糖粉,再次搅拌,调整好的蛋白糖霜, 可以根据喜好加入食用色素,调出喜欢的颜色,就可以开始壮饰了,家里没有色素,用到了抹茶粉和红薯粉,蛋白糖加红薯粉调色,蛋白糖加抹茶粉调色,调好的蛋白糖放入保鲜袋,PS,家里没有表花袋,用保鲜袋带进了呵呵,在表花袋尾部剪一个小口子,画上自己喜欢的线条,如果做打底的话,可以先画出 再添加蛋白霜,撒上彩糖哦,更漂亮哦,这是做好的圣诞饼干,亲们,发挥你的想象,做起来吧呵呵,烹饪技巧,一用蛋白糖霜装饰的饼干是可以直接食用的,选择正规厂家的食用色素,食用也在范围之内,应该都是安全的,当然,还是不要尝试为好, 关于蛋清,只要选择新鲜的品质好的鸡蛋,都应该问题不大,如果实在不放心,也可以选择蛋白粉加适量温水代替蛋白,二种是好的饼干,如果不舍得吃,可以放在逆风的玻璃瓶内,能保存很长时间哦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 谢谢大家